大家好,歡迎來到粵語娛樂。 講到魏俊傑,不得不提他當年的名句。 雖然我和他一起九年, 但為什麼外界就要認為我一定要娶他? 十幾年前,魏俊傑選選和女友藤麗名分手, 令密新歡,可能都沒想過。 自己會背上TVB頭號渣男的罵名,一直到現在。 現在,被叫做渣男的魏俊傑日子似乎都不是那麼好過, 娶了被自己小二十歲的嬌妻之後,竟然被人戴上綠帽。 離婚之後被小嬌妻分走了大量財產。 疫情期間,因為開店經營不好,還要買房套現, 獨自一人戴著女兒雙衣為名。 甚至曾經坦然,如果不是因為女兒, 她真是有輕生的念頭。現在魏俊傑的落拍局面, 都被不少當初不滿他戲藤麗名的網友諷刺說, 是現世報。顯然,所謂的渣男不是一日成。 細數魏俊傑的幾段情史,都是一言難盡。 1993年,剛入了TVB不久的魏俊傑和港席河院營墮入愛河, 但看上去好搬配的金銅玉女,最終卻鬧得狗血收場。 講到分手原因,魏俊傑大吐苦水。拍拖三年, 她都不和我那個,只能分手咯。 年輕氣性的魏俊傑怎麼受得住這個?從南方角度看,都也講得通。 但何婉營的反擊就是,魏俊傑根本就是個花女人淺的軟飯男。 而和何婉營分手之後,魏俊傑又和三級片女演員黃祖儀牽扯在一起。 比起青春保守的何婉營,魏俊傑和黃祖儀一開始過得到幾和諧。 但時間一長,新鮮勁一過,兩人又分了手。 黃祖儀都一樣吐槽魏俊傑望太強,愛吃軟飯。 但只細一分析,兩位前任說魏俊傑是吃軟飯渣男的指控,其實都有待相確。 從事業上看,94年魏俊傑已經被TVB力捧,在《方世佑與乾隆皇》裡面出。 演主角正處於事業上升旗,而當時的何婉營反而正好陷入事業低谷期。 根據他自己後來透露,因為公開戀情,玉女形象受損。 加上出的唱片反響平平,導致最了倒時,在TVB一個月底身只有五千,房租都差點交不起。 所以96年何婉營就早早退圈,大概和魏俊傑分手的時間差不多。 至於拍三級片的王祖儀,更加是處於當時娛樂圈的最底層。 畢竟,如果不是真是無辦法,誰會去拍這麼的片呢? 要講TVB當紅小生魏俊傑吃王祖儀的軟法,比吃何軟營的都不靠譜。 哎呀,講到魏俊傑和藤麗明的故事,真是好像一部連續劇那麼精彩。 魏俊傑一旦被貼上渣男的標籤,真是很難再洗白。 尤其是和藤麗明之間的九善不清,更加是令他翻身無望。 記得他們兩個有陀槍師者開始,就是一對金童玉女,戲女戲愛都是人人稱善的情侶。 但到了06年前後,他們都去了內地發展,本來以為會繼續填密, 誰知道,就在重慶拍戲期間,魏俊傑就認識了張利華,一個給他小二十年的女大學生,還閃電結婚生子。 好像完全忘記了和藤麗明的九年情。 當年的報導,還講到魏俊傑怎樣為了追求張利華洗盡心思,最後終於成功。 但是,好事一切都太完美。轉眼間就是魏俊傑的婚姻大劇。 2010年,他和張利華的女兒Jessica出生,本來應該是很開心的事。 但就有粉絲不識相提到藤麗明,令魏俊火舞三象。 說,這種賤人趁早撇低,否則後悔一輩子。 藤麗明當然不會無聲無氣,即刻反擊,說,幸福不會到處罵人。 如果真要揭開來馬,我說事實就不能這麼好受了。 魏俊傑和藤麗明分手後,魏俊傑說,客客入侵。 這個解釋真是好似說,此地無銀三百兩似。 還有,藤麗明爆出魏俊傑竟然娶妻生子之後, 還想和她複合,那些事真是令人摸不住頭腦。 但魏俊傑在內地參加節目《勞金》那時, 又經常在媒體前提起前女友。 好像說,我們拍拖九年,為何一定要結婚呢? 這樣的言論,好像在寒丹的經典對白一樣。 有些苦中大笑。 當然,魏俊傑和藤麗明分手過程中發生的一切, 令到他們兩個甚至在社交平台開罵。 雖然各有各的理,但通常公眾都會先同情女方。 這亦令魏俊傑的明星再次受損。 藤麗明之後又遇到兩次不如意的感情, 先是和已經在內地偷偷結婚的TVB藝人郭靖雄, 之後又遇到圈外男朋友朱建坤。 但最後,他都終於獲得幸福的婚姻生活。 而魏俊傑和藤麗明本來都已經各自有家庭。 但魏俊傑的妻子又屢次令他戴綠帽。 2015年,一位單車手鄧王業甚至超越了魏俊傑, 拿到了他的妻子張里華的放心, 令他感受到刺激和浪漫的生活。 面對這種情況,魏俊傑挑選了色視寧人, 這件事就這麼落幕。 之後幾年,張里華進入保險界, 成為一位精緻陽氣的女強人, 好像完全變了個人。 今年年初,張里華又被爆出有新歡, 還和一位老外高富稅私下會面那時被偷拍。 但當記者將偷拍照片交給魏俊傑看那時, 他竟然表現得非常淡定, 只是靜靜地說了兩句佛經。 經歷了這一連串的風波之後, 魏俊傑最終選擇與妻子離婚, 獨自撫養女兒。 而他在娛樂圈淡出多年之後, 曾經靠開店經商為生, 但受到疫情影響。 加上家庭的不幸, 他一度陷入憶鬱症。 甚至有過輕生念頭, 行好他最終撐過了這段困難的時期。 近期又回歸了很久無見的舞台、深演話劇。 魏俊傑和騰麗明的情感故事, 好像一段長篇連續劇一樣。 有喜有樂, 還有不少觀眾的關注和揣摩。 魏俊傑終於坦白面對那些人指他是渣男的話題。 他否認自己是因為令傑新歡才與騰麗明分手, 說他們的分手與第三者無關係。 他說自己不想做眾人眼中的甘童玉女。 隨著騰麗明遇紅, 他遇失去自信。 再加上他們一起九年。 魏俊傑覺得好像結婚九十年那樣, 太投入戲中感情會傷到自己, 甚至分不清是演戲還是真感情。 而時隔多年, 騰麗明都已經放下昔日恩怨。 再談起這位又愛又恨的前任。 聽到魏俊傑一度想興生, 騰麗明都大方送上祝福, 說人生總有高低潮, 要開心面對,祝他成功。 愛一個人難, 限一個人都不容易。 現在騰麗明能夠雲淡風輕, 那講起魏俊傑, 看來真是放下了。 現實總是這樣, 一起耐不代表一定可以修成正果。 錯過了就是錯過了。 不過,銀幕上的明星情侶 總是會被觀眾留下很多根植於現實, 又脫離現實的幻想。 你們對這段故事有什麼看法, 歡迎在評論區分享。 今天的節目就到了這麼多, 下期再見。 下期再見。